这家企业就是充分利用APEC经济体成员的政策优势 七年前就已经将工厂建到了越南 并将销售网络覆盖到了整个亚太地区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2013年我国实际利用来自APEC成员外资金额 977亿美元 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83% 在对外投资方面 2013年我国对APEC成员直接投资618亿美元 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9% 在1989年APEC成立之后 到2010年由于APEC成员的共同努力 整个亚太地区的平均关税 是从16.9降成了5.8 2001年到2006年和2006年到2011年 那么这两个五年间呢 APEC的贸易成本交易成本分别下降了各5个百分点 PAC的贸易成本本际有限 小占 确议成本剂热 小占 确认 小占 确议成本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